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60岁以后这六件事 不得不怕 不得不防 只要防范好了这六怕 年年益寿 幸福快乐根本不是问题 第一怕 最怕跌倒卧床 对年轻人来说 摔个跟头一般不算事 可是老人如果摔一跤就是大事 很有可能从此卧床不起 甚至不信此事 如何预防 一 注意补钙 预防骨质疏松 如多喝牛奶 多吃虾皮等涵盖高的食物 并养成晒太阳的好习惯 二 活动要慢 不论是从床上起身 还是外出走路都不能着急 以防意外 三 要增加体力锻炼 多活动矿关节 通过练习单腿站立 来保持平衡能力 四 改造居室 居室家具摆设 要方便老年人行走 地面要防滑 通道英雾杂物堆放 浴室洗手间要装有扶手 第二怕 最怕认知障碍 老年认知障碍俗称老年痴呆 大多数患者年龄超过60岁 又是5岁之后 年龄被增加5岁 发病率就会增加一倍 如何预防 一 可降低认知障碍症危险的无种食物 豆磊 杏仁 鱼 菠菜和咖啡 二 要多听音乐和读书看报 学习一些新爱好 新语言 尽量活跃脑细胞 三 要多运动 如坚持散步 打太极拳 做保健操或练气功等 促进神经生长速的产生预防大脑退化 第三怕 最怕失眠早醒 传统养生学认为 药补不如食补 食补不如睡补 最简单 有效的养生方法 就是睡觉 充足的睡眠对身体确实有很多好处 可以让大脑修整 让肝脏自我修复 让免疫系统更加强悍等 但在老年人群体中 失眠的患病率高达50% 这是由于老年人主控睡眠的松果体素 分泌减少 对睡眠的调节能力减弱 入睡时间延长 深睡时间减少 导致失眠发生率高 如何预防 一 老人应在每晚12点前睡觉 晚上睡觉的时间有7小时 甚至5.5小时就够了 二 晚间睡眠质量不好的老人 最好养成午休习惯 时间不要超过一小时 三 如果短期失眠 建议采取一些措施改善 比如进行深长的腹食呼吸 也可以临睡前来一段柔和单调的音乐 养成每天睡前用温水洗脚 按摩脚心和脚趾的习惯 四 如果失眠超过6个月 属于长期或慢性失眠 应咨询相关专家 第四怕 最怕营养不良 研究显示人生岁数了 基础代谢和体力活动水平降低 因减少能量的摄入 但对很多营养素的需求反而增加 通过合理的饮食调节 可满足老年人对多种营养素的需求 还能延缓衰老 预防慢病 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但是人到了老年 由于牙齿松动 拒绝困难 内脏器官萎缩 胃液分泌减少 肠胃消化 吸收能力衰退等 特别容易营养不良 如何预防 一 记住老人最该补充的八种营养素 蛋白质 钙 铁心 维生素D 维生素A 维生素B1 Omega 3 脂肪酸 二 建议老年人每天摄入蔬菜400-500克 水果200-400克 保证每餐有一到两种蔬菜 每天吃两到三种水果 便注意种类颜色的搭配 三 建议每天因一到两瓶奶 每周内都应保证有鸡蛋 猪肉 牛肉 鱼 虾 鸡肉 第五怕 最怕孤独寂寞 老年人离退休后 或因为不用上班远离了社会生活 或因为子女独立成家 成了空巢家庭 或因为行动不便 逐渐和亲朋好友疏远 所以经常感到孤独 如何预防 一 老年人要自己打破孤独 只有更多的融入社会 才能远离子女在外的孤独寂寞感 经常走出门户 和老朋友聊天散步逛公园 都有见老见心的效果 一与延年益寿 二 主动走向社会交朋友 不但旧朋友应当保持联系 而且还要交新朋友 使生活变得丰富 第六怕 最怕生活单调无趣 步入老年 很多老年人生活变得非常单调 也越来越孤独 没过几年就想得暮起沉沉 没有精气神 实在可惜 如何预防 一 培养兴趣爱好 走进老年行列之后 如果有爱好 就会拥有新的生活世界 日子不枯燥 还会更加精彩 二 增加生活仪式感 就是讲究一点生活情趣 即使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 去买菜也要穿漂亮点 这样平凡的生活也会阳光灿烂 三 每年旅游一回 可以给自己订个旅游计划 每年出自远门或国内或国外 见识好山好水 陶冶新奇 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这个影片不错的话 请给我们点赞 转发 同时在影片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您的看法 关注老年生活 享受幸福人生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